音乐 音乐 其实从青年大使计划一开始的选拔 到中间的密集训练 以及最后的出团 在这之中我与各个团员来自各个不同领域 以及我国的外交官 他国的大使 这些人进行了交流 还有合作之后 我了解到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立足点 以及台湾的角色是什么 那当然因为青年大使的这个计划 我能够得到的是比一般人 还有同侪多更多的资源 那对我来说我也会想要把这些资源散发出去 给更多人 以及付出更多 那其中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我们有参访当地两间很大的医院 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了解当地的资源是非常匮乏的 让我有一种走路时光隧道的感觉 也让我更珍惜在台湾拥有的一切 那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到 任何交流之前呢 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唯有认识自己 才有展现真正的自信 看到了我们的驻外人员是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的 就是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让我产生了 好我也要考外交特考的一个决心 以及热情热忱这样子 身为海军的我 相信大家都知道海军是一国际军种 也因为之前参与2015年国际青年大使的任务 让我到了当地的国家 更希望能去了解他们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他们的历史文化 风土民情 也希望身为海军的我 在未来能为台湾的外交尽一份心理 那参加青年大使活动之后 不仅让我的世界观从此改变 我更体会到了帮助人的快乐 虽然我能尽的只是一点微薄之力 但是得到了他们的一句感谢 或是脸上流露出的微笑 心中得到的回馈及温暖 我敢说他们给我的启发 甚至多于我的付出 即将就要到工作赶快报到的我 也会秉持初衷 继续把这份感动演续下去 其实在参与青年大使交友计划的时候 有在不同国家碰到许多为社会公益 或是社会创新在努力的团体 不管是学生团体或是NGO或是政府 当时都从他们那边得到非常多能量 那那个时候也就奠定 我很希望就是接下来的事业 可以以自己的专业去为社会进一份心理的这个目标 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们那里的教学资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不过那里的学生都非常非常的努力 而且不但努力 也其实蛮有报复 想要为他们的国家就是出一份力这样子 那这一点让我还蛮佩服的 之后也有参加一些外交相关的活动 比如说当兵有申请外交替代役 在布加法所服役 那虽然现在是住院医师阶段 所以当然是待在国内 就是好好地把自己的专业基础打稳 那不过之后还是会希望有办法往国际发展 所以我觉得青年大使的经验对我来说 是让我在面对未知的事情可以更勇敢 然后甚至感到有期待 因为我知道就算是从头学起 只要努力就一定会被看见 哪里都可以是舞台 我觉得青年大使这个好活动 是一定要一直一直延续下去的 那至于成立青年大使之友会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很棒 因为光是认识99个青年大使 就已经让我的生活这么的精彩 我会想要再认识100个200个 甚至1000个青年大使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友会 对于情感交流的延续 跟人际关系 还有人脉的累积 都会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大概交流的时间没有很长 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 但是我们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彼此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我想这是青年大使带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一份涌在地球另外一栋的游 感谢外交部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可以有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体验 那也谢谢外交部举办这个计划 让一些我们这些大专院校的学生 能够有机会参与这些外交的一些事物 这个活动让我更加了解国际医疗合作的重要性 透过演讲、行前的准备以及在地的参访 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印度以及泰国现行的医疗状况 也更加深入地了解台湾在国际医疗当中所扮演的地位 在这次的疫情爆发之后 我相信大家也都发现 医疗的进步以及疫情的围堵 其实都是需要国际来共同合作的 因此在参加完青年大使的活动之后 我其实自己可以加入医疗的服务团队 或者是在WHA上为台湾的诚意发声 我们常说生活及政治 那我觉得同意我们也可以说生活及外交 那身在台北我们有遇到外国人的机会 那无论你在台北或是外省市的话都是一样的 那当我们到外国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时的提供协助 或者是展现我们浩克的那一面 让外国人留下对台湾美好的影响 而且也是让台湾被看见的方法之一 那现在的话网络非常的发达 因为COVID疫情的关系 我们台湾人有非常多的机会 能够去探索台湾的美 那我觉得就不如趁这段时间 分享台湾的美 让台湾被看见 大家好 我是潘俊仁 很开心透过今天的座谈会 还有交流之夜 让所有的青年大使 我们又再次团训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成立了外交酒会 希望我们国际青年大使 结合许多优秀的精英以及人才 我们能够传承以及推广国际青年大使计划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每一个青年学子能够把我们的文化 医疗技术传到世界上 每一个有我方国的土地上 过去的你们 曾经传承这重要的使命 让现在的我们 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让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计划 年年成功 碎碎 蓬勃